欢迎大家来到开源的大咖说 那么我们本次的主题呢 主要是想讨论一下 开源目前或者说整个数据库的正态里面 我们对于人才发展的一个难点 还有我们人才培养的一些计划是怎么样的 那么我呢是黄桂 然后呢目前是阿里巴巴的数据库的首席架构师 那我们阿里巴巴呢目前数据库也开源了PoloDB 这个品牌下的两款产品 一个分布式的数据库PoloDBX 还有一个云延伸数据库PoloDB PG 那我们今天也有幸邀请到了我们上海开源信息技术协会的秘书长张国锋老师 然后我们的武汉大学的教授彭志勇老师 还有我们深圳大学的教授秦建斌老师 首先呢我邀请各位老师呢来分别做一下自我的介绍 那我们先从彭老师开始吧 大家好我是彭志勇来自武汉大学 目前担任了中国计算机学会数据库专委会的副主任 主要负责产学员合作方面的工作 非常高兴和大家一起交流 好谢谢彭老师 那么我们有请秦建斌老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参加这次活动 大咖说我也不是大咖 但是这个跟大家一起聊一聊我也攒劲一下 我是这个深圳大学的这个教授 然后我也是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做数据库方面的研究 从20年到深圳大学之后 我在这边再开展一些这个数据库内核方面的一些教学和人才培养方面的一些探索吧 有一点点经验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好的谢谢彭老师 那我们再邀请我们的张国锋老师来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 我是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的老师 这是我的正式身份 另外呢我还在负责上海开源新技术协会的工作 这个工作呢就是说目前有一项重要工作 就是大中小学的开源教育 我们推提出了一个中国开源创新的社会工程这么一个任务 在大学里面开展开源教育呢是我们协会这个重要工作 我们今年1月9号我们成立了就是新商科教育教学的开放创新联盟 一个最重要的任务呢是往大学里面推广开源教育 好的那非常感谢各位老师啊 那各位老师都是我们在数据库业界啊 这个非常知名的学者老师和教授啊 那么也是在这个数据库方面啊做了长期的这种 包括产学院的合作啊还有人才培养等等方面的一些工作 那么也是跟我们今天要讨论的这个主题啊是非常的契合的 那么在开始本次的主题讨论之前呢 我想先简短的去介绍一下啊 就是阿里云数据库啊这次在数据库领域啊 也是开源了两款这个数据库产品 那么主要是我刚才前面也提到的就是我们的PoloDBX是一款兼容买C口的分布式数据库 那另外一个是PoloDB PG啊 那是兼容PostgreSQL的一个云原生数据库 它是共享存储架构的 那么我们开源这两款数据库的一个目的啊 那当然还是说啊 期望PoloDB数据库啊 品牌下的数据库呢 更多的啊被大家所认识 被大家所熟悉 然后去做这个使用 那么PoloDB社区呢 目前呢我们也是正在建设和筹备的一个过程当中 也成立了像对存储啊 数据库生态啊 还有我们的人才发展培养计划的三个的特别兴趣小组 对于开源来讲的话 那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说我们能够去利用社区的力量 那这个社区里面的力量呢 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开发的人员 那这个开发的人员呢 我觉得怎么样才能够去吸引到更多的人啊 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社区里面来 包括我们怎么样去利用这个社区 去做这种这个数据库生态方面的人才的培养啊 这个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 那我们跟高校呢 其实有非常多的合作啊 以前阿里云跟高校的合作呢 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我们有L计划 就是这种学术的研究项目 那么这个学术研究呢 主要也借助了我们的整个产品啊 尤其是我们的开源产品 就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载体 在上面开展一些研究 那另外一个方向呢 是跟那个高校呢 去一起去做这种合作的课程啊 就是我们高校现在大多数都会有这种数据库系统的课程啊 那么数据库系统课程呢 有应用啊 也有内核原理的一些开发 那么我们会分别针对这两类课程呢 提供这些素材啊 这个是我们目前的一个大的这么一个社区的一个情况啊 当然的话我们会在社区的不断的发展过程中呢 去设计很多的机制啊 包括像我们去发掘一些QOL 发掘一些外部的contributor 然后他有一个进级的体系 能够去进来成长成为我们的代码的reveal 再成长成为代码的核心模块的mantainer 等等这样的一些角色 那这个也是给整个的数据库业界呢 是能够去培养啊 相关的内核的研发的人员 OK那前面是我对现在目前PoloDB社区的一个介绍啊 那么后面呢 我们就来正式开展一下 就是我们今天啊 这个主题的一个讨论 那首先第一个问题啊 是说大家都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 就是说在数据库这个领域啊 就是开源会变得越来越流行 那么我想请问一下各位老师 就是说怎么样看开源啊 今天在这个基础软件领域啊 它的一个流行度越来越高 那么开源本身 它对整个我们的一个数据库产业的发展啊 提供了哪些机会啊和价值 那个张国锋老师啊 您作为开源信息技术协会的秘书长啊 那么对这个问题应该是比较有体感的 那想起您现在谈一谈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看法啊 其实呢就是说你不管是技术软件或者说应用软件 都可以理解成一种商品的生产 就是一种数字商品生产线 这个数字商品生产线呢 跟传统的这种物理商品生产线 有类似之处 当然也有不同的地方 比如说过来工业经济时代 我们要更多的生产物的商品 我们就是有一个生产线的概念 比如汽车生产线 这样效率非常高 大的生产协作 系统软件 包括超多系统数据库等等 包括应用软件 它仍然是一条生产线 对吧 这个生产线呢 传用开源的模式 实际上它是最有效率的 因为我们经济学是讲资源配置的 就是资源配置怎么样最有效率 对吧 开源无敌是最有效的 它可以在我们 就是不输地的空间制约 它可以在全球最有效的基金配置 所以呢 就为什么开源能够流行起来 被大家称为 就是作为一种主流的一种生产协作方式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它是反映了数字经济最基本的规律 这是一点从经学的角度来讲 然后从这个管理学的角度来讲呢 怎么样组织商品生产 比如说这个在工业人时代 我们要生产汽车 我们发明了就是很多方法 就是专门一本学问叫管理学 但是呢 就是说这个数字商品人的线 这样软件的生产 它这种生产方式呢 它跟这种工业生产又是不一样的 他们怎么样进行生产协作 然后才有效率 把人们进行调动起来 目前呢 我们已经发明了 就是我们通过开源的模式 已经证明这是最有效的模式 而且我们还有很多这种 极致的设计规则等等 这已经非常成熟 所以这个呢 会彻底会改变 我们传统的管理学 所以我就说 为什么我们要在经济管理 和法学院校 开展开源教育 要推广开源教育 就是因为我们要一种 新的思维方式 就是要认识 我们所面临的新的问题 不能再停在工业经济时代 也就是我们目前 协会在做的 也是我所非常关注的 其实你要不用给它 想的太复杂 就会认为它是商品生产 我们怎么样资源配置最优效率 怎么样进行生产协作 然后呢 就是效率最高 当然这里边肯定也有一种规则 一种规则的制约 但是数字上面不一样 像软件和数据 它就是一定是什么呢 它可以一直共享的 所以在共享的情况下 我们怎么样来规范 每个人行为 对吧 那么这个怎么样来 就是说建立一条 就是说数字上面 实在所需要的生产协作方式 或者说规则体系 这个呢 需要我们这个法律的专家 就重新设计的 所以这就需要什么呢 就是说 我们就是要认识这个开源啊 我觉得不能仅仅从技术角度 还要从经济学 管理学 法学等 这些社会科学的角度 去认识这些问题 谢谢张老师 我觉得张老师刚才 站的高度比较高 也是从经济学 管理学的角度 去来谈 就是开源本质上来讲 还是来去提升这个 软件开发的这么一个效率 我觉得这个是开源的 最大的一个好处啊 或者是说 开源也是为什么 变得如此流行的 一个重要的原因吧 那么我们来 来听听彭老师的意见 如果把软件开源出去 它能够激发技术创新 然后呢 又通过开源这样一种生态环境呢 使自己的工作 得到广泛的使用 有的人把自己的智慧 贡献出去了 当得知 这套技术 到了广泛使用 就使得大家呢 非常能够接收 也使得开源呢 得益于流行 这是我对开源 为什么流行的 这样一种理解 嗯 好 谢谢彭老师 我们都知道 彭老师是 PostgreSQL的领域的 国内最早的专家 那么也是长期在学校 也和业界 一直在传授 这个PostgreSQL的理念 它的一个产品 还有它的一些 相关的内核的技术 那么我觉得 对于开源来讲的话 它首先是免费的 它是一个 易于传播的 这么一个软件的 分发的方式 那另外一个 就是说开源呢 它更加利于创新 那最后呢 我们还是请 秦老师来 从这个 它的角度来 帮我们来 分享一下观点 嗯 我觉得开源这个 它实际上 从西方发展出来 它实际上 最早是 为了能够 这个打破 商业公司 对一些软件 它的技术产权 那些垄断吧 然后你要做一些 应用的时候 你突然发现 你要用的一些工具 都要花很多钱去买 这个时候实际上 你的可操作的空间 或者想象的空间 或者启动成本 就会大了很多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实际上 它也是在 这十几年 或者二十几年 推动了一些 这个应用的一些发展 加速了这个产业 这种迭代吧 另外一个实际上 我觉得 像张老师说的 这个推动了 一个通用的标准 我们发现就是 开源发展的比较好的 都是一些通用性的 技术软件 所以这种技术软件 用的多之后 就慢慢这套系统 就形成了一种标准 另外一个实际上 是对于我们高校来说的话 在这十几年 其实中国这个 IT产业发展的速度 非常快 就是我们的 我们的计算机人才 其实是在 开源的环境下 学到了很多东西 因为开源 然后可以学到很多 它里面的一些这个技巧 这些技巧实际上 很多都是一些 从商业公司里面 一些人出来 在这种开源 里面写下来的一些东西 所以实际上 是拉平了 大家的一个技术门槛吧 就是比拼的更多 实际上是我们的 这个上层的应用 所以我们国内 在上层应用上 是它全球实际上 是做的非常的 这个如火如荼的 实际上是领先全球 我感觉这个实际上 是我们也是占了一部分 这样的一个先级吧 这个这个利用了 前人摘的树 我们后人呈的脸吧 还有一点实际上 我觉得前人的这个 这个轮子在了 我们实际上在上面 要做得更好 可以做得更加完善吧 实际上更多的 让我们能够站在 巨人的肩板 然后想得更远 站得更远吧 好的 谢谢钱老师 钱老师刚才讲到 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开源软件 它其实是打破了 商业软件的一个垄断 尤其是在基础软件领域的话 使得我们有很多公开的 而且免费的 或者好用的基础软件来用 我们可以把精力 放在应用的软件 放在这种模式上的创新上 开源的软件 它就离不开 开源的生态的建设 也就是开源社区的建设 开源社区里面 有很多种角色 那么包括我们的用户 包括我们的企业 那么另外一个 重要的阵地 就是高校 其实高校也是我们 培养开源软件研发人才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基地 包括还有一些研究所等等 那么从各位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们觉得就是说 这样的一些角色 它应该怎么样去参与到 开源生态的一个建设当中 能够充分地去促进这个生态的发展 能够起到它更好的一个作用 那彭老师您先讲讲 您对各个这种单位 包括用户企业 高校和机构 应该如何去参与这个 开源生态的一个建设 我觉得这个用户企业 在使用开源软件的过程中 首先是需要懂得 开源代码的这样一些人才 也就是说 它能够驾驭开源软件 能够从开源软件 吸收一些 适合于自己企业发展的 技术和功能 这是这个用户 怎么来参与这个开源软件 如果它具有这样的能力 它才能够充分地发挥 开源软件的这样一个价值 同时在这个过程中 也能为开源软件 做出它应有的贡献 另外 这个作为数据库开源的企业 它应该要能支撑 开源软件的发展 因为我们知道 在开源软件的开发过程中 开发者的水平是有高低的 它的开发 那个软件的质量 是不能得到充分保障的 如果说企业 不能很好的支撑开源软件的发展 去吸收最优秀的技术 去保证开源软件的质量 那么这个开源软件 也很难的走得很远 第三个高效的话 我觉得高效可以充分利用 开源软件来培养数据库方面的人才 那么通过开源软件的研究 能够把高效科研成果当中的一些技术 在开源软件作为一种测试实验的平台 把这样一些技术 不但的融合到开源软件中 使得开源软件当中的这个技术 得以不但的创新 使得开源软件对用户更具有吸引力 那么作为政府机构的话 我觉得要加强对开源软件这样的一种治理 也要制定相应的政策来规范当中的相关的一些协议 包括一些法律 包括一些知识产权的保护 如果说能够发挥这么很好的作用的话 就使得开源软件能够得以健康的发展 这就是我对各个角色 在开源生态建设中 他们所引起的作用的一些认识 好的 谢谢彭老师 那么我们接下来再听听彭老师在这方面的意见 在这个问题上面 我觉得我涉及的企业不是很多 但我觉得经过跟企业了解 就是选型的时候 他们实际上在这个过程中 有很多可以选的空间 然后很多种选的空间 实际上你也是在一种开源的环境下去选 你要去找很多资料 然后你选好 然后在这个过程中你还得会用 这个门槛其实要比这个商业数据库要高 还有就是用的过程中你还得会修 修好之后 这个东西实际上你还是决策 有的一些公司实际上是他会觉得这些修的一些过程 或者修的一些这个知识产权 实际上他们会自我保留下来 对于企业来说的话 他们在应用开源技术 就是一些这种技术的话 他们实际上也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成本要去权衡 然后对于我们高校来说的话 实际上我觉得这个人才培养 实际上有这么多的开源的一个资料 实际上是非常好的 实际上就是这样讲 我在大学的时候有信读了一下Linux原代码 和一些这个编译器的人的 但是我现在在深圳大学开展这个教学工作的时候 我当时就在选习 这个选一个什么样的数据库 最早我们实际上是看那个CMU 他们有用一个类似于这个小型的 我们叫做玩具数据库吧 作为一个平台 然后去教授课程 后来我去玩了一下 但实际上没有走那条路 是因为是时候让大学生能够接触一些真家伙了 因为那个时候实际上是选了一圈 然后还有听了一下彭老师的建议 看了一下彭老师书 然后我也选上了PG这条路 因为以前大学也研究过 所以PG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教学栏本 其实这个入门的门槛还是挺高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大学或者教学的过程中 实际上尽量想把这个门槛给降低 然后不然学生不要那么弯来却步吧 好的谢谢陈老师 因为从高校教育的这个角度来讲的话 其实我发现大部分的老师都是 起码学术界或者学员派的 都比较倾向用PostgreSQL 那么确实PostgreSQL呢 它的从模块化程度 包括它的代码的清晰程度上 还有它的功能丰富程度上来讲 都是非常好的数据库的教材的范本 确实这个也是我们大家一直公认的 那相对来讲 在MySQL呢 它可能就是它的模块的划分 不管是从SQL引擎 执行引擎 优化器 这条存储引擎 它的很多的逻辑 实际上是缠绕在一起的 因为它最早是用作这个互联网的业务 它专门为这种像单行的 或者单建制的这种查询呢 做了大量的优化 所以它在这里面优化了很多这种执行路径 那这里面就不可避免的 把这个代码的这个模块程度的降低了 所以它是个很实用的系统 确实在互联网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应用 但是呢 作为教学来讲呢 它未必是那么好的一个实现的范本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那当然了 就是说PostgreSQL 其实现在在工业界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多 从DB Engines的这个运行趋势来讲的话 它是慢慢的变得越来越流行 对吧 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那么我们再请张老师就这个问题来谈谈它的看法 我是从13年吧 就是开始用就是用的欧度作为教学软件 我原来是用ICP的 后来从13年开始用欧度 欧度呢就是用PostgreSQL这个数据库 非常好 因为目前欧度呢在全球有700万的企业用户 这个形象是非常大的 然后顺住刚才那个问题啊 我也谈谈我的看法 就是其实这个开源呢 它这个推起来 它是一个生态系统 如果说是从用户的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我们要给它讲好故事 比如说这个企业用开源 对出来说有什么好处 所以这个故事呢 就我觉得我们应该可以给用户好的讲 而从企业角度来讲呢 就是说做开源的企业 其实大家都认识到开源它是用金融战略 它绝对不说是为了免费上大一些使用的 它就是为了快速的形成生态系统 形成标准 然后呢是获取更大的伤害利益 对吧 这点我们要一定要这开源 就是有一个清新的认识 所以这个就是说是 这是为什么互联网企业现在都推动开源 因为它代表了未来 那个从学校这边呢 就是说我们也在推动这种开源进大学 所以我们这里边也在给他们讲一个故事 就是我们就要培养一种学生的一种 全球性的视野 如果说我们所有的学生都能够学习开源 参与一下这种开源的生态协作 那对它来讲会彻底会改变 它对世界的认知 它对于一种全球的视野 它就培养起来了 所以这个就是说什么 比如说我们就是要培养学生 这种大规模生态协作的一种能力 对吧 就是通过开源 但是我刚才我们也说了 开源它实际上它是一种 一个系统工程 那么从政府来讲的工作呢 就是还需要做的工作很多 就是这种传统的旧的 工业时代所形成的规则制度 它可能对我们这个开源创新 还是有很多制度性的约束的 对吧 怎么去突破 那么这就需要什么呢 大家来协索起来 开源服务也要发展起来 秦老师 冯老师也都讲过 一个企业用开源 它最大的一个顾虑什么的 就是说它没有服务 它觉得开源不靠谱 开源服务也什么的 你承担起来以后 就是说有很多 专门以开源为业务的公司 那就是围绕某一个产品 能够提供专业性的服务 而且关键是还要挣到钱 挣到钱呢 还要可直接发展 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说 这些工作的 就是我觉得 它就是一个系统性的一个工作 好的 谢谢张老师 那个我觉得 张老师刚刚谈到的 一个非常关键的点 就是既然是一个生态 那生态里面肯定是有标准 那么大家都遵循统一的接口 那尤其是对于数据管理 这么一门学科而言的话 它涉及到的很多都是数据 整个链路上的一些 生态的上下游 那我们今天做数据库环节呢 它主要还是解决 就是生产存储的 这方面的问题 那当然我们还有数据仓库 去解决消费 分析的这方面的问题 其实整个开源的生态里面呢 各种各样的角色都有 这是一个生态的 必要的一个组成部分 然后就是刚才 几个老师都提到的 就是说今天用户 或者是企业级用户 他选用开源的时候呢 一个最大的问题在于 开源的产品呢 它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模式 开发出来的 那对于企业来讲 数据库往往又是一个 企业的生产的一个核心的 这么一个软件系统 对吧 如果说他们不能在内部 维持一个运维的团队 甚至于研发的团队的话 他们是很难去 把这个开源的数据库 真正用到生产系统上来的 这个也是当前企业 面对最大的一个问题 那么再有一个 我觉得最大的一个转向 就是今天做这种 开源数据库的云服务 在很大程度上呢 它是一种比较低成本的方式 来解决企业用户 他对于数据库服务的 这么一个诉求 那对于服务提供商来讲 我今天提供的是一个 公有云的服务 比如说 那么我会比较低的 一个成本的代价 我可能我有数据库的 用意的团队 但是我是以规模化的方式 去推这种服务的 那么我的 自身的服务的成本呢 也不用那么高 也不是说 每个企业出什么问题 我就派一个专家团队过去 而是你所有的服务 都运行在我云上 我是可以统一的 去解决你这些问题的 而且我解决的问题的足够多呢 我就有更智能化的系统 来去帮助我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进一步的降低 我服务的一个成本 我觉得对于 不管是对于用户来讲 还是对于企业服务的 这个提供商来讲 大家在开源的 数据库的这种模式下 都能够得到一个互相促进 互相去成本的这个摊低 然后呢 又能够去促进 技术的一个发展 我觉得可能是 当前云服务的一个 最大的一个意义 那么涉及到这个 开源的生态 那么我们今天要讲的 主要的这个话题呢 还是人才的一个培养 那么人才培养的一个核心 或者是主战场 我认为还是在高校 高校呢 对于计算机科学的课程里面 基本上都会有数据库系统 那么也是想请教一下 各位老师就是 当前我们在高校 或者学术界研究所 对于数据库 这门学科的这个教育 它的一个现状是怎么样 它面临的一些挑战 是怎么样的 也请各位老师来谈一谈 那么我们首先 邀请还是彭老师来 先讲一讲 我到武汉大学呢 主要就是在从事数据库的教育活动 那么呢 我深感的数据库的教育啊 其实来说呢 越来越难了 为什么说越来越难呢 我觉得呢 现在就说呢 特别是AI的心情 更多的学生呢 他觉得去学AI技术 然后呢 很快的能够掌握一门技能 而且很快的去找到一些数据 能够产生一些结果 甚至发表一些高水平的这样的论 所以呢 这个数据库的教育呢 在目前的情况下 还是比较艰难的 另外一个呢 绝大部分的高校的数据库的课程 是以教数据库原理为主的 也就主要是培养 教学生去怎么使用数据库系统 很少有学校在本科阶段 就去教学生 怎么去实现一个数据库管理系 我当时2000年回来 当时开数据库系统实现课程的时候 只能作为一门选修课来开设 而不能作为一门逼修课来开设 所以呢 选的学生呢 并不是特别的多 但是当时的那个环境呢 我觉得学生呢 对数据库还抱有很大的 这样的一种热情 那个时候我记得 我教班上本科DNA设计 我说我的一个主要的任务 就是要带领大家去分析 HorsegreSQL的原代码 那个时候就有20多个学生 报名参加到我这个分析小组 大家知道 HorsegreSQL这个数据库 是非常庞大的 单靠一个学生 合作几个学生 是很难的去把它分析清楚的 我记得当时的学生呢 分成各个小组 大家紧密地配合 不断地沾烟 然后呢 大家在一起交流 然后呢 逐步地就把它里面代码的实现机制 慢慢地就弄清楚了 那么到现在呢 我已经写了这本书 然后呢 把这本书让学生去看 带来去分析代码 他们所沾烟的程度 还远远不及当时的那些学生 所以说呢 我觉得现在数据库教育啊 特别是要培养懂数据库内核技术的人才 是非常不容易的 所以呢 这个呢 值得我们高校啊 这么去探讨一些更好的方式 把这种教育啊 继续下去 这是我的一些体会 好在秦老师呼应我 是吧 在深圳大学 也开始了PostgreSQL 内核技术 这样的一个教育 我觉得秦老师 是很不容易的 感谢 给我来给了我很多支持的 这个实际上 也有很多这个薪资啊 但是实际上 就是我该到深大的时候 领导人们把学科搞一个 问我这个学科怎么建设 你要建设什么学科 那个时候 我开始上那个基础课的时候 发现课程的课件 什么东西都是比较老的 然后正好 我也在搞数据库研究的 回来之后 就开始找手干净这件事情 然后知道彭老师也 也在做数据库内核方面的一些教育 彭老师一开始给了我很多资料 然后我们从去年开始 我们跟那个PG中国 然后跟那个微博他们 说你们不是搞认证吗 我们要搞实践课 要不把你认证的内容 跟我实践课的内容合并合并 学生上完这个基础课的实践课之后 去你们那里认证了 这件事情我们做完了 第一步的融合吧 后面还在看这方面的事情 实际上是慢慢把基础课的东西 跟业绩接轨 开起来之后 实际上第一年的课程 实际上是学生感觉的难度 还是比较大的 然后我们在这个过程中 其实最主要的实际上是 然后怎么把这个难度 就入门的门槛给降下来 我们实际上是做了很多 这方面的一些课程的设计 特别是实验的设计 然后就是我觉得这个数据库 这个系统 讲那个数据库内核实现 其实我个人感受 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平台 来把计算机科学专业的学生 就是本科学习的一些东西 给串起来 它是一个极大层的一个技术软件 它其实是完全是把这个 一个本科的这个前天后地 给串扎起来的 就是我跟学生说 你们学会了这条东西之后 你将来去做一些产品 其实可以把一些应用模块 你就可以在里面 get到一些灵感 或者说把一些这个模块 直接拿出来用之类的 我不是说这个操作系统 或者其他东西不是很好 但是弄广度和它的 整个深度和广度的话 实际上数据库系统 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平台 还有就是我们在教数据库 内核的过程中 实际上感觉它实际上 你们有很多一些理念 其实是作为一个基础 比如说在这个大数据 对吧 我给的学生讲 你们将来可能会学到大数据 包括这个一些东西 实际上是可以给他们 另外一种角度去看待 单前的技术和 和未来他们可能看到的 这个比较流行的一些技术 这些东西的可以找到一些源头吧 好的 谢谢秦老师这个精彩的分享 其实这个确实有很多的感触 我跟你是非常类似的 包括跟彭老师也一样 那么我们还是那个 请张老师来谈谈他在教学当中的一些心得 还有他的一些看法 行 这个呢 我刚才听了彭老师 秦老师的介绍 我虽然不是教数据库的 但是呢 我感同身受 因为这种作为选修科 学校呢 它是由自己的一种考课指标 考课体系的 对吧 而我们这些就是说 是完全做创新的 但是呢 总感觉好像 这个没有得到一个足够的重视 但是还好 还好就是什么呢 学校基本上同意我开课 还给予一定的支持 但是我仍然觉得什么呢 就是说这个工作 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多 我觉得呢 可以从这几个方面去入手吧 就是我们看看怎么样 把这个开源教育 包括收集库的教育啊 怎么去能够把这个事情做好 我们最终目标是这样的 首先呢 就是说 作为企业来讲 我们要推动开源的产品 就是能够形成生态系统 能够从学校入手 把这个生态建设起来 就是学校用的话 你得有一个比较完整的一种 课程体系 这非常重要 或者说呢 就就业 就是说通过学了这以后呢 对他就业各方有帮助 这对学生来讲是有这个 是有吸引力的 对于一些年轻老师 也是有吸引力的 他愿意从事这些事情 所以每年呢 我们要举行一些研讨会 对吧 就是利用暑假各方面 就是要培训 要做研讨会的 但做这个教材呢 说实际上真的是不容易的 像我们做那个新三科 我们国内现在是六校大学 后面的话 可能会有更多大学加入 那么这里边 我想做的工作 就是什么 就是要建立标准 这种标准建立下以后呢 就是可能让 所有的学校 所有的老师 所有的 就觉得这个门槛 比较低 而且容易操作 而且容易做 关键是什么 它有一种成就感 获得感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就是可能我们需要一个 系统化的设计吧 这是我的个人建议 对吧 因为我这几年 我一直在这种 教学模式的创建各方面 体会比较深 因为学校它要讲标准的 对吧 它这个标准 它要用它的旧标准 来评论你的话 我们都吃亏的 所以我们怎么样 建立一个新的标准体系 对吧 就是这个大家可以 好好去探导 可以去努力去实现 我觉得现在情况非常好 不管是企业 不管是各个学校 都想改变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前提 对吧 就现在就是看看 我们怎么样去 就是说一步步去推动 对吧 快速地推动这件事 去实现的 好的 非常感谢张老师 其实张老师 已经把我们下一个 要讲的话题 我觉得已经谈得挺多的了 就是怎么样更好的 在课程中 去做一些创新 怎么样更好的去 进行我们数据库的人才培养 就是接着刚才 几位老师的这个看法 我也想聊一聊 就是说 我们今天做基础系统的同学 他的兴趣是不如以前 会有一个明显的现象 就是说 今天做系统的同学 确实是比做其他的方向的 比如说 尤其是像是比较热门的AI领域 就是要少 那我们今天在学校里面 去招人的时候 会发现一个现象 就是真正匹配这个技术 站的同学 是很少很少的 就是做数据库方向的研究的人 是同学是很少很少的 那么大部分 我们是考察一些基础 那你的这个算法数据结构的基础 怎么样 或者是你编程的能力怎么样 如果说这些OK 那你又有兴趣做技术系统的 我们都会找过来 然后我们在做实际生产系统的 过程中去做培养 这个呢是一个方法 当然这个成长周期 实际上是挺慢的 我们更希望学校 能够把这些基础的工作 对吧 都都开展的更好 那么我也想就是请教一下 就是彭老师 秦老师 你们在国内开展这种 数据库课程的时候 就是我们如果想要培养更多 更接近于企业界需求的人才的话 或者更高水平的数据库的 研究性的人才的话 我们在教学上 或者人才培养上 或者我们已经在做的 或者计划要做的一些方法呀 或者一些创新的思路 也请两位老师 能接着刚才这个话题 也和我们一块分享一下 这个实际上 我接触到有几个博硕的学生 他们实际上 一开始做了进去 做了进去 我觉得做的还挺好的 但是他们到了大四之后 就开始要准备面试 我说你为什么要准备面试 我说你好好看看代码 其实内核不好吗 他说很多数据库 内核的一些东西面试不考 这就实际上有一个叫做最终导向的问题 就是他大产的这种 他们这个招人的这种模式 可能还是这种标准化的这种模式 我们是不是有一些这种 像另外的一些通道 或者是能鼓励一下他们 比如说我记得这个彭老师 有一个学生是韦杰吧 韦杰讲的就是他好像博士 就读了大概几万凭PG的代码 然后我觉得这个实际上 按照高考 比如说把一个什么成绩 压缩到你的高考成绩 实际上是有一些这个 你像对接开源系统 我读了多少凭代码 然后或者是有一些这种 bug这个review 或者是一些bugreport 这样的一些东西 也会成为他们 敲进这个大厂 或者敲进中央的技术团队的 一个敲门桩吧 实际上我其实在这个过程中说 你们好好做 工作的事情我帮你想 就是还要想办法 就稳定他们进行 实际上如果整个产业界 有这样的一个通道的话 也许我们会在高校开展 这些工作会好一些 这实际上就是一个 人才选择的一个标准 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教学 过程中有很多这种的 一些探索吧 我一直想邀请黄老师 到生大去看一看 但是我还在探索 我探索的差不多了 这个才去跟老师再请教一下 实际上这种探索 我觉得是学生跟老师互动的 我也是在逼着自己 在学这些东西 但是有学生 还是看得到希望的 大家都是实际上奔着 能够闭了业 有一份稳定的 或者说有前途的一些工作吧 那么彭老师来讲一讲 在教学过程中的一些实践 或者新的一些方法 来一些想法 我那个实际上想努力的改变 目前的这个状况 首先第一个 利用我可能的一些机会 比如说现在我们学校有个红一班 红一班就是那个基础研究班 然后也是这些学生呢 都是非常优秀的 就是从高考进了武汉大学 又重新缺乏的这些学生 叫红一班 然后呢邀请我给他们上数据库系统 然后呢我说你们是红一班的学生 是比一般的计算机学生要求要更高一些 所以说呢我给你们上课程 我就不光是教数据库原理 我还要教数据库系统实现 就把这个课程呢成为他们的必修课 而不是一种选修课 所以呢我就有上百个这样的学生 其实上我用了一个学期 给他们讲了两本书 就是那个Stanford的数据库基础教程和数据库系统实现 就仅仅一个学期 而且呢这个要他们用的就是这个原版教材 就刚才张老师讲 怎么去用好这个原版教材 我跟学生讲 我说呢你们的这个教材 是独领奖获得者 是乌曼写的 而且呢我让你们分析的系统 也是数据库独领奖获得者 Stone Break 所以说呢我把你们定位在要培养成这个世界上一流的数据人才 所以呢在教学课程的安排 教学计划的制定下 我采取了这么一个非常高的标准 结果呢上下来之后 学生的抱怨很多 说太难了 但是呢他们还是坚持的学完了 学完了 然后我们第二学期呢也开设了一个实践课 实践课程呢我就是首先第一个 根据教材所讲述的内容 去实际的分析Post Grid的原代码 这个呢是他必备的一个基础 另外呢我还要求学生在手机上去做一款数据库去 而且呢要他们使用的这个模型呢 是我提出来的对象代理模型 但我们的学生呢真是非常的优秀 而真在手机上让那个数据库能够赚起来 所以呢我们尽管说大学生呢在这方面呢缺乏兴趣 老师呢难以坚守 说实在话现在不光是学生呢我们这个大学的老师能够还在内核里面做研究的老师已经不多了 据我所知能够坚守下来是不容易的 因为你要去从数据库系统内核去拿国家支持的这样的项目 现在也是不容易的 而且呢很多的职业岗位他并没有要求你去做数据库系统 所以他的这个职业的发展呢那个路啊不是那么广 那么呢我们想怎么样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一个我们在学校要进行课程改革 把数据库实现作为学生的必修课的内容 这是一个方向 第二个呢要加强校企合作 为什么我这边能来坚持呢 因为很多像这个阿里啊华为啊等等啊 都知道我这边比较在坚守数据库内核技术 跟我有一些合作项目 那么让学生呢参与这些项目就能够知道 做了这些项目有这样的一些体验 他就知道还是非常有意义有价值的 这样呢我觉得校企合作很多企业就说呢 跟老师的合作啊 不光是去解决数据库研发当中企业面临的问题 还要换一个角度去为了培养学生 让学生参与到老师的这样一个项目当中 它是会有比较大的作用 因为我觉得只有通过这种项目的理念 他才能对数据库内核技术有一个深刻的理解 另外呢要给这样一些人呢一些希望 能够设计这样一个人才计划 这个人才计划我不是看论文是吧 我就看你在开源社区当中对开源数据库发展的贡献 如果这种贡献也得到认可 我知道华为这个天才计划更看重的是学术论文 所以呢我们能不能换一个角度 换一种评价机制 有这么一个导向 那么呢那些学生可能 哎我这样的努力 将来我也说不定成为一个数据库之心 这样呢我觉得一个呢这个三个方面嘛 一个是我们作为老师加强课程改革 另外呢企业呢加强校企合作 多提供一些结合数据库内核 开展研究的这样一个机会 第三个呢让学生毕业呢 得到一个既有老的荣誉 又有很好待遇的这样一个职位 我想呢就会吸引更多的学生朝着这个方向 好的好的非常感谢鹏老师的 非常具体而详细的一个建议 我是觉得我是非常认同 刚才两个老师也提到的一些观点 还有一些想法 那么想要真正从源头 把数据库的人才培养好 不仅是在教学方法上的改进 确实也需要更多的校企的一起 然后来去推动这件事情 更多的推动一起合作 那阿里云在这方面其实做的还是比较多的一些工作 那么我们有这种L项目的计划 主要就是跟高校一起在做这种学术合作的项目 这些学生呢 往往他们在做这个项目结束以后 有很多都转成我们正式的研发的员工了 就是这个转化投机转化的比例是非常非常高的 这个呢其实有一个很好的好处 就是说他们真正实际做项目 然后接触到我们的系统 然后呢体验到了他们所做的研究型的项目啊 或者是技术啊 它落地到整个产品当中呢 它带来的一些反馈啊 产生的一些价值 这个对他们来讲是非常有体感的 而且会极大的激发他们的一个兴趣 因为他们接触到的是真实的系统 我们这边就有很多原来是做AI的同学 或者是做AI for System的同学对吧 然后在我们这儿做了一些项目以后呢 就觉得做系统好像比做AI的算法有意思 因为做AI的算法很多时候在调窜对吧 在做这种念经术 有些这个调好了 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好 就是不可解释对吧 所以他们觉得做系统呢 就是你有确定的方法论对吧 有确定的途径 有特定的优化的方法 然后呢 你确实就能得到好的结果 这个是一个长期的系统的一个训练 所以呢 他们就转到系统的方向 绝对能够更发挥它的能力 和更能体现它的价值 所以说我觉得不在于说 同学对于做系统没有兴趣 可能是因为做系统的门槛比较高 挡住了一部分的同学 未来我们也可以去做这种方面的合作啊 尝试啊 然后看看一起怎么样去设计 更合理的课程啊 我们也希望就是学校的课程呢 更多的引入实践相关的一些内容 我们也可以提供啊 根据老师的需求呢 提供这样的一些系统啊 平台等等啊 来帮助老师们一起来去 制定我们的标准化的一些课程 那更加的面向企业的一些诉求啊 那刚才还有一个问题是说 企业怎么样去在人才导向中发挥一些作用 这个其实呢 确实是有这样的一些问题 因为今天各大厂的面试啊 尤其是做研发的面试 其实往往都是一个比较常规的流程 很多面试的同学 他就会去突击刷一刷这些题 去应付这个面试 我觉得这个东西呢 是需要企业去做这种改进的 因为单单考就是解题类的算法啊 其实不见得能够全面的去考察一个同学的能力 我们原来都觉得自己需要培养 但是实际上有些现在有些这个应届毕业生啊 他们的工程素养也非常好 他们实际上在学校就参与过很多这种实际系统的研发 这个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就是我们怎么样能够在面试的过程中 就把这些人才给发掘出来 我觉得这个是企业啊 要改进他的一个面试的流程 也去改进人才培养的一个导向啊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建议 我们其实也在做这块的工作 就是我们数据库呢 在面试人的过程当中呢 也确实会去看他相关的背景 然后呢会去考察他对于数据库的一些认识啊 那么我们后面在跟这个学校啊 在开展这种课程合作的过程当中呢 我觉得也可以去多给同学们去 就是传达我们的这种方向 我们还是比较乐观的啊 就是我们逆届啊 招聘的应届生的水平啊 和能力啊 还是在提高的 我们在市场中啊 是需求方对吧 那么高校这块呢 是供给方 那目前来讲呢 其实数据库这个人才 这个领域呢 还是供给不足的 就是真正对这个领域 非常有建树的同学呢 我觉得还是相对来说偏少一些 对吧 所以我们也结合到更多高校 能够参与到开源的建设当中来 数据库的技术和产品啊 以及我们的这个数据库的人才啊 怎么样去真正去走出国门 能够去做到国际化 就是真正成为中国的创造 就是我也想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啊 对这个问题啊 有一些什么样的看法 好吧 那我们张老师来先来谈谈吧 因为这个数字经济啊 它有一个典型特征 它是没有国际的 但数字经济我们发现 它的经济形态和工业形态 对它就是没有空间的制约 所以我们必须走向国际化 对吧 那现在我们就面临一个 同样一个问题是什么呢 我们怎么样就是把国内的数字技术 以及服务能力 能够走向国际化 对吧 这个呢也是我们研究的一个点 对吧 去年呢我们很荣幸的 我们申请到了上海市 开源数字一带一路 协同创业中心 这个是国家战略的 目标的是什么 就为国际社会提供数字公共产品 数字公共产品 当然也包括这种开源的数据库 这个呢就是说 因为这种数字商品啊 它跟这个传统物理商品 它也不太一样 物理商品呢 它是一种生活必需品 但是数字商品 它属于更高层次的消费 对吧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怎么样去缴好 讲个故事 就中国的数字商品和服务能力 怎么样能够走出去 怎么样讲好故事 这个就涉及到一个 多个学科了 对吧 怎么样把这种数字的技术 和服务能力 如果简单说 就数字商品吧 能够走向国际化 这是要多学科去研究的 涉及到多学科 政治经济规则 对吧 包括这种社会组织 对吧 但现在数字经济不一样了 数字经济就是什么呢 就是说是 国家在里边发挥作用会越来越小 可能就是第三方社会组织 你看开源的社会组织 在里边制定 包括规则标准制定的权利 要远远大于国家 这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 他不像在以前 是国家和国家之间要谈判 所以就在这种情况下 这种规则模式 方式都发生 根本性变革情况下 就是我们怎么样把这些人做好 这可是一个系统工程 对吧 这个太宏大了 对吧 所以这些东西 太多的这个理论 就要理论创新 还有这种讲好故事 当然我们技术上也要特别牛 对吧 当然我们还要特别务实 这个好 我就简单说这么多 请那个彭老师 秦老师他们也谈谈 好 那彭老师 这个开源呢 肯定要走国际化的道路 开源本身就是没有国界的 中国的发展也充分了 开源的软件作为基础 使得我们国产数据库呢 得以的去发展 一个呢 我们必须走国际化的道路 另外呢 也要借鉴国外的一些基金会 成熟的方法 包括张老师所提到的 现在数字经济 都是通过第三方组织 来制定规则 大家来共同征守 那么呢 我们需要借力 借助这样一些成熟的经验 那么更重要的呢 我们需要有共情 需要有放心 我们不能只是说跟着别人后面走 那么呢 我们目前说实在话 国产数据库现在重点是在于分布式数据库系列 主要是想解决数据量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强调通过云平台来提供数据库的服务 减少客户在数据库维护方面的负担 一个是便利 一个是分布 一个是量大 另外呢 就是在提供便利的环境 主要在这两方面做出很大的努力 当然这也是必须的 其实从数据库的发展来说 目前的话 数据的复杂度啊 已经是非常高的 这个复杂度啊 以前我们就意识到复杂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 只是当时数据量少 后来呢 就说呢 做了一些尝试 但是呢 由于一系列的问题 使得这种尝试呢 没有取得的成功 我所举的就是面向对象的这样一个数据库 当年我在90年代 在日本京都大学做研究的时候 大家就提出来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呢 当时Code提出的关系模型 它主要是适应这种 简单的结构化的数据的玩意 并不适应像地理信息啊 多媒体啊 CAD啊 这样一些复杂数据的管理 上世纪90年代 有了苹果机 是吧 多媒体 数据库 这个计算机的性能 能够处理这样一些复杂数据 大家都很希望 数据库能够更新换代 能够采用一种新的模型 来组织和管理数据 当时也产生了很多的面向对象的一些数据库 那么这些数据库呢 后来在市场上没有取得这样的成功 当然我觉得作为我个人来说 它的模型是不太适合的 需要在模型上有一个创新 所以呢 我一直在从事数据模型方面的研究 那么现在的这个数据库管理系统 包括PostgreSQL 它的一个解决方案呢 就是说 把对象的这样一些功能 融入到关系数据库当中 把现在的数据库 称之为对象关系数据库 Stone Blake认为 这是新的一个浪潮 但是呢 大家知道 一个数据库管理系统里面 存在着两个模型 简单的数据用关系表来定义 复杂的数据用对象来定义 那么两套模型就需要两套机制 那么两套机制就必须要相互协调 就使得现在的数据库管理系统了 变得非常的臃肿庞大 效率低下 后来数据量不但增加的时候 数据库管理系统就无法来承担 数据管理的任务 后来我们就有Hado 有MapReduce 但是那个做法实际上 就是把数据简单化 又重组重新走 数据库管理系统的这个脑路 这个Stone Blake都说了 它这是一种倒退 那么说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数据 实际上呢 这种需求已经产生 而且已经非常的迫切 很多地方大约都谈到 这个多模态的数据管理 多模态数据管理是什么 数据的类型多样化了 结构变得复杂了 那么你单一的一个数据库 是很难的去管理多模态的数据 那么怎么样到一个新的数据模型 能够去有效的管理这样一种多模态的数据 我觉得是数据库未来发展的一个方向 那么我们国产数据库的话 应该来说找到这样一些前沿的方向 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 在理论上面去提出一个 指引于多模态数据管理的这样一个模型 开展基础性的研究 举得一些独创性的技术去引领未来数据库的发展方向 这样才能实现中国创造 就是说我们现在一直是跟着国外的数据库的发展方向在走 怎么样通过开源数据库的生态 怎么样加长校企合作 合作产学员的合作 然后通过数据库的基础性的研究的突破 我们中国能不能在这个方面取得一些领先性的成果 当然这个目标太宏大了 理想也很大 但是我觉得中国能够做得到 关键就在于说 我们怎么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长期的努力 而不是为了追求论文 追求一些表面的 而是追求一种本质的实质上的突破 我觉得应该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 我们才能真正的走出国门 在国际上受到尊重 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好好 谢谢彭老师 我觉得彭老师是非常有情怀的 对数据库领域也只是有比较强的 或者深的追求 那么刚才彭老师也讲到 真正的国际化肯定是离不开创新 创新的话离不开基础理论的创新 我也知道彭老师一直在做这项模型 这是在数据库非常基础的 理论创新方面的研究工作 数据库它本身又是一个应用系统 当然想要去做一个成功的数据库系统 离不开完整的一个生态 那么建一个生态 相对来讲它的难度也是比较高的 好在有开源这个形态 作为一个载体 我觉得从开源这个方向上 去建一个新的生态 相对来讲比建一个封闭的商业生态 要容易一些 或者是更具备可行性的这么一个方式 非常感谢彭老师 那么最后还是请秦老师也来谈谈 格际化这方面的一些看法吧 刚刚彭老师和张老师 这个讲得非常全面 实际上我们中国有这样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环境 就是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应用市场 就是在这种应用场景中 应用市场中 我们才能孵化出一些新的领域来 然后在这样一些领域做更多的企业跟高效的这种碰撞吧 当然我个人觉得高效更多的 我们有更低的试错成本吧 就是我们可以去尝试一些新的一些方法和新的一些理论 我觉得非常赞同彭老师说的 这个未来是很美好的 但是需要这个时间和这样的一种叫做正循环吧 企业和高效 然后政府之间的这种互相促进 互相支持这种正循环 我觉得还是很有希望做到的 好的 谢谢钱老师 其实刚才三位老师讲的 我觉得都是从不同的侧面去讲 我们今天的数据库 怎么样去走向国际化 怎么样去真正做到技术创新 我觉得这个总结是已经很全面 而且是非常的有高度 那么我作为企业界吧 我就谈谈一些简单的一些看法 就是我们其实呢 从做数据库一开始 我觉得就是在与国际的同行 是站在比较接近的一个起跑线上 包括今天像AWS 像微软像Google 他们在做云数据库的时候 因为整个数据库呢 今天云数据库在这个市场上 占的份额是越来越大 我们也是去分析过 或者是研究过 他们正在做一些技术的方向 那我们也确实是在往云数据 或者云原生数据库这个方向上呢 做了很多的技术上的探索 那这里面就是说 也希望借助开源软件 或者开源社区啊 这么一个平台 能够更好的去传递我们的 对于数据库的一些新的想法 一些新的方向上的一些探索 这样能够去撬动更多的人啊 能够去参与到 整个数据库的生态建设的 这么一个过程当中来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在数据库的工程建设上啊 我们在产品化的程度上 怎么样不断的去前进 才真正做出一些 在国际上啊 能够产生有深刻影响的 有非常强劲力的一个产品 那好了 那今天那个 我们的这个时间也不短了啊 那么在此也非常感谢 三位老师的精彩的分享 我也是获益良多啊 也是了解到了很多 就是我们整个业界啊 包括尤其是高校领域啊 对于我们今天整个开源的 社区的一个看法 一个对数据库人才培养的 一些问题 以及我们正在 往前进展的一些思路啊 也非常感谢三位老师 付出这么宝贵的一个时间 来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享 那也非常感谢大家 关注我们开源大咖说的 这档节目啊 谢谢大家 那么我们今天整个的节目呢 就到此为止啊 感谢各位老师 那我们希望下次有机会 我们能继续聊一聊 其他的开源方向上的 一些新的话题 感谢大家 订阅吗 这边呢